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道的交通状况 这三天不论是返乡或者出游 都是以今天最拥塞 在几个地雷路段 行车时间会比平常都出五倍之久 下午的话 大概主要还是在 扬梅到新竹这个路段 那另外就是大溪到龙潭这个路段 那另外大概在中部的话 大概在台中都会区左右这个路段 大概会有比较大的车场 通过扬梅到新竹这个路段 大概会增加差不多三倍到四倍的时间 那国武的这一边的话 等一下高城才管制之后 应该还有一波车流 那会比平常多 大概四到五倍的时间 优色路段走走停停 时数只有30到40公里 最塞的国道5号 往宜兰方向6点多 就涌现车潮 由于下午不实施高城在管制 预计要到傍晚5点过后 才渴望舒缓车流 高工举表示今天是廉价 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上看115百万车公里 比起平常假日的车潮 都出5%到10% 而冷气团也随着廉价来报道 也将带来近万污染物空气品质 恐怕会达到红害等级 不止甘肃的沙尘暴 包括华北一带的埋害 预计明天上午就会随着冷气团南下 影响台湾 连续假期想出门走走 但是空气品质好不好 点开环保署监测网 北部良好 但中南部扩散条件不佳 有10个侧站亮起橘灯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因为今天开始连续的三天假日 可能包括大家的上班的车潮 或是有一些污染源的排放 在假日期间有一些改变 污染排放源相对是比较少的 所以目前高雄地区的空气品质 大概是维持在橘色的空气品质 廉价开始让境内空污问题稍稍缓解 因为根据环保署追踪 国内空污来源比例最高的是 移动式污染源也就是汽机车和大货车 再来是固定污染源的工厂 电力业和钢铁业占最大周 而营建工程和道路阳城则占了32% 但从31号起 冷气团南下也带来境外的污染物 再度让空气品质拉紧包 尤其甘肃一带出现的这些沙尘暴的现象 它卷起来的沙尘 它随着冷空气向我们的下风处去传 在这个冷空气下来之前 在华北尤其津津季一带 它的埋害就PM2.5的累积也相对比较高 我们目前预估大概31号的上午 对台湾 北台湾开始有影响 31号跨年当天预计北部西半部地区 都会达到橘色道鸿害警示 跨年夜当晚影响最剧烈 得要到元旦当天才会缓解 这已经是连续三年跨年 受到大陆雾霾影响 民众要出门 势必得戴口罩 大家讯上黄金田李明华 台北报导 也为了防空污减少污染 提倡宗教环保 中章投苗四线式签署合作协议 共推宗教场所低碳认证标章 首播已经有25家寺庙 民众也普遍认同环保理念 双手核实 加上中章投苗四线式地图 以及减碳图示 台中松竹寺 获办最新的中章投苗 宗教场所低碳标章 环保 精子减量 我们尽量朝这个目标来做 松竹寺一炉一香 纸钱减量 集中燃烧 不然放鞭炮 并鼓励大家以花功夫 用花香代替现香 我觉得很棒 因为这样比较不会空气污染 新城遮令 香应该在美人的心中 不一定要点香 纸钱减量部分 庙房还有规划要全面来推动 现在是一朵莲花 一碟精子 我们现在在规划 未来我们想环保减量 就来改成一朵莲花就好了 提倡低碳运动 中部四线市共推宗教场所低碳认证 未来符合标准的寺庙 可以获办统一标章 更方便来宣导让信众配合 共同为环保尽一份行李 大爱新闻 张国断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 而在年中以前把这一份任务当作使命 新北瑞芳慈济人议会 今年最后一场议诊活动 也批出了六条王诊路线 三军总医院的实习医师 这一回脚步跟着来 这一天在瑞芳的王诊 安排六条路线 让23位不方便出门的病患得到照顾 实习医生跟着经验丰富的医生 贴身学习 就看到他的尿管 尿管没有固定好 没有固定好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一般人都不会知道 我们今天过去医师们一看就发现 这没有固定好导致他血尿了 那其实我们只要教导他们 怎么好好的固定 好好的去处理 因为我们普通走进诊间 都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因为那是医师的环境 不是病人自己的环境 但是反而再到家里的话 放下医生的那种身段 比较像朋友一样 罹患肌肉僵直性的张先生 医生因此鼓励不要放弃 也许我的手脚 也许功能没有很好 但是我永远不要放弃 因为你的小孩 其实他们也都很努力 他们也希望看到爸爸 能够快乐 很多案族都这样子 就从他正常 言行良好的时候 一直到他二话 其实也是让我们自己 有所感触 健康的身体来做付出 由志工搭起医护与案家的桥梁 岁末60位医护人员 82位志工走入偏乡 守护乡亲健康 大家请问这些美志工 台北报道 而明晚跨年夜 台北捷运照例 从31号的清晨6点 到1月1号晚上12点 42小时不打烊 捷运警察队也肩负 比平常更大的压力 这一刻稍稍疏解 台北捷运警察队 岁末祝福感恩活动 此情会志工们一上台 先献上这首歌 表达心中的感谢 岁末年中对上勤务更加忙碌 志工带来水果和点心 还有来自近似金社的福惠红包 给予最大的祝福 也增加他们的信心 在接下来还有一项 更艰巨的一个勤务 就是跨年防彩踏的一个勤务 那这也是我们整个队的一个 年终的一个重头戏 那也希望呢 我们这项勤务能够非常的顺利 我们会持续地加强我们的勤务 为民服务 做好在捷运系统上面 所有的勤务工作 定期不断的关怀 传递温暖 这也会是彼此服务人群最大的动力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郑博人 台北报道 就要迎接新年 这一次在全台有11个县市 宣布跨年不放烟火 今天志工早会 证言上人表示 不要贪图一时的享受 忍一时的念头 可以净化人心 刚出炉的2017年代表字是忙 不少人等待跨年的炫烂烟火 可以一扫这茫茫然的感受 但是制造的污染恐怕难以计数 因此全台已经有11个县市 都宣布停放 无名的茫茫的这样的社会 更需要明大智慧 提起大智慧 在人世间真正的 不要为了贪图一时 在一时的享受 忍一时的念头 可以净化人心 但在苦难中 也有点点阴火聚集希望 菲律宾奥默克 一位9岁的小女孩 将报家因累积来的零钱全部捐出 只希望更多贫病人能像她的爸爸一样得到贵人帮助 有的需要等待 有的需要等待有人去卵和她的心 有的点点的櫻火虫也来聚光 这都是幼小的心灵 也可以看见这个爱的能量 温暖的爱更在寒冷的欧洲大陆流动 德国此季志工跨越500公里的路途 在意大利连续5年举办岁木祝福 只希望可以陪伴当时地震的灾民 延续这份爱的能量 大陆此季岁木祝福 在天津季县志工先早一步到照顾护家中送暖 送来大米和面粉以及冬天衣物 出一份力就能感受到一份爱 扛着一大包的大米和面粉 天津慈气志工走进照顾护家中 刘颖刚动完手术实在没有力气走太远 也没心思张罗年货 现在需要的过动物资全都有了 听到志工说这句话心更是暖和起来 咱们都是一家人是吧 青帮青林帮年都是应该的 冀州慈气东令八棒 除了定点这次还有陆户 实地的探访 志工的感受也更深刻 我问师姐你有什么感想啊 师姐说我没什么感觉 我说我第一次也这样 但是您要是参加我们呢 跟我们一起去去到暗家 或者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几次活动之后 您的感想就会很不一样 今年的岁莫祝福 照顾户们更是出席踊跃 场地也是志工义务提供 满满的爱是彼此最大的收获 祝我的一份能力 人人献出一点爱 原来这个爱的力量是这么的巨大 能够救助那么那么多的 这个需要帮助的人 咱们家我师姐特别支持我 她从来不会说 你回来晚了就不行 你出去干这个就不行 而且她会特别支持我的 而且她跟我一块去做 有人满怀感恩 有人想要付出善的能量 让新的一年格外有希望 大爱新闻 这三美志工刘健 为志兴天津报导 也在大陆 针对民工学校提出课业辅导 江苏苏州辞技志工 红洞山的爱客服梯次 画下句点 38位民工学校的学生 除了课业 也学习另外的人生课题 例如舍不得以及助人之间 怎么做选择 看看以下这个例子 留了好久的成法 现在要剪掉 其实还是有点舍不得 但舍不得和帮助别人之间 刘思恩选择助人 刘思恩陪着爸爸蒙上眼睛 体会视障生活不易 活动对付画志海 一路看着他成长 来了这边之后 思恩回去之后 就会主动地要求 自己来洗全家人的碗 或者是帮爸爸洗碗 帮妈妈洗碗 所以我觉得是 是从心里认识到 感恩是非常重要的 此际针对民工孩子的客服源源 王一赵的妈妈 推着轮椅来了 罹患癌症的他对儿子 在这儿的所学 放心有期望 此际客服重视品格教育 孩子们的学业成绩也提升 相辅相承 带一新闻知识美职工 江苏报导 另外在纽西兰 奥克兰的慈激职工 跨组织合作关怀 兼有12月特地准备 12项物资 满载着热情 兼有热食发放的前一天 慈激奥克兰会所 总是很热闹 下班大家一起过来 那因为这个礼拜 刚好是圣诞节 我们明天准备到 City Mission去发放热食 给街友吃 除了华人志工 当地福恩社的社员 也邀约自己的亲友来帮忙 奥克兰茨一志工 关怀街友多年 在睡梦年终时 更不忘为他们 多准备一些物资好过冬 袋子里装满满 其中以食物居多 里面有食物 面包 杯面 让他们可以度一个 好的圣诞节 祝福祝福祝福 谢谢大家 紧握志工的双手 这是身无分文的街友们 最诚恳的感谢 传递的也是最热情的温度 大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郭怡君 谢景志 纽西兰报道 但是换个地方来看 街友处境 在这里是面临着天气考验 街区冷气团正笼罩在加拿大和美国 出现超过摄氏零下40度的低温 传出有街友冻死在公车站 路上行人匆匆 呼出热气 整个街道被积雪覆盖 北极圈冷气团南下 笼罩加拿大和美国北部 纷纷出现破季路低温 加拿大最低温出现在安大略省的阿姆斯状 测到摄氏零下42.8度 许多城镇发布极端寒冷警报 刺骨寒风 最高风速达每小时120公里 低温导致加拿大诺瓦斯科西亚省16万户 将近三分之一家庭没电可用 北美则是降雪量创新高 宾州伊利郡渡过有史以来最冷的12月 单月降雪量246公分 光是夜旦节一天就降下86公分雪量 打破1956年11月22号51公分就记录 这波极地冷气团威胁到街友生命安全 美国俄亥俄州辛辛纳提示 传出街友在公车站冻死的不幸消息 美加两国都有慈善团体伸出援手 提供街友避风港 收留的人数比夏天多出五成 美国气象局表示 纽约市周六气温在摄氏零下12.7度 到零下6.6度 比以往还低 加拿大气象学家指出 整体而言各地气温都比往年低了 摄氏10到20度之多 这波低温警报会持续到明年1月初 是前所未见的状态 大爱新闻陈晓琳编译 而能回到家吗 洛西亚难民潮最新进展 孟加拉将把洛西亚人遣送回缅甸 第一批名单出炉 多达10万人 今年8月缅甸军方展开大规模镇压图存行动 美国和联合国一致谴责 冠上种族清洗的罪名 几个月以来共有超过65万5000名洛西亚人 逃离若开邦到孟加拉寻求庇护 而早在今年8月之前就已经有超过30万洛西亚人 为了躲避类似的迫害从缅甸逃到孟加拉 栖身在难民营 也就是说孟加拉境内现在收容了上百万名洛西亚人 两国在上个月达成协议 打算从明年1月23号展开遣返作业 不过许多援助团体都怀疑 洛西亚人是否愿意回家 国内器官捐赠人数 今年已经突破300例 但仍然有将近1万人在等待移植 分分秒秒都是煎熬 而在未来不只是脑死捐赠 还有心跳停止的 心死捐赠 卫福部发布了无心跳器捐参考指引 即日起实施 全台9000多人苦等器官移植 卫福部最新宣布无心跳器捐参考指引 未来除了脑死患者 如果末期病人或家属同意撤除维生医疗 也愿意弃捐 在心跳停止后5分钟就能施行器官捐赠 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有捐赠眼角膜 那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正捐赠器官 那假如说以我们比较现实的面 我们假如250个人捐赠器官的时候 那假如用心跳停止器官捐赠的时候 大概我们可以增加20%的一个机会 无心跳器捐判定以病人自主权为前提 在心跳停止后5分钟的观察期内 并不能执行任何医疗行为 等到确认病人没有出现收缩性血压或心薄性心律 在组织医师宣布死亡后才可以摘取器官 但并不等于放弃治疗 假如这个病人原来就是他本身受到一些伤害 他本来就是还有救的机会 但我们是为优先救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应该是蛮清楚的 专家期盼放宽对象 让国人捐赠风气大幅提升 尊严善终 同时以爱人间 白新闻蔡玲 叶宜玲 台北报导 45岁高龄产子 而且是第六胎 这八口之家 在少子化时代实在特殊 陈先生一家人整桌快坐满 他跟妻子都超喜欢小孩 本来打算生三个 不小心生下老四 生到老四的时候 生完老四我先生说 我跟你讲 原来我们家什么都可以 真的不能再出人命 真的是有孩子源 老五老六接连报到 少子化时代夫妻俩 共生下四男两女 长子十四岁 最小的刚满月 都会开玩笑 像这位就是我鞋内住 先生真的帮忙很多 老六出来反而没有那么累 因为哥哥姐姐会帮带 而且会抢着抱 排行老三的小姐姐 熟练地抱着老腰 还知道要扶着baby的脖子 哥哥则会帮忙换尿布 陈太太是药剂师 领到医院颁发的 十万元生育奖金 很开心 不过已经45岁的她 高龄产妇 打包票说 绝对不会再有老期 大爱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帮助越南新著名创业 善目基金会设立实习商店 自制越式法国面包 分享的是家乡美味 也学习到如何开店创业 面粉加上盐跟糖 完美比例还要用力 用尽全身力气 揉面的吴冠妹来自越南 七年前在善目基金会 学烘焙之后 多年来专接外汇订单 独特的越式法国面包 吸引许多人订购 但空有技术 想开店困难重重 因为我们看到姐妹很多 她们真的实际开店之后 然后失败亏损 在这个实习商店 可以让她们真的 在每天开店营运的时候 去练习 因此基金会设了实习店面 让这一群越南姐妹 学习经营之道 但开店真的不容易 跟做buffet的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做buffet的话 我可以接也不可以接 可是你开店的话 你就是每天遇到你的时间 她常揉面包 揉到全身酸痛无法入睡 其他人也得兼顾家庭 与正职工作 排班实习 轮班帮忙 那个是海店 很开心 有一个同乡 她叫过来在这边 然后她自己 她很光很亮 所以我们要过来学习 越南姐妹在台创业不易 透过家乡美味 盼望边学边做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大约新闻 陈一真 香红树 高雄报道 而这个也是边学边做 帮助生脏朋友 在高雄山林有个农场 他们提供资源 给伊甸基金会的学野员 从认识种子 种植到收成包装 透过这样的练习 人际互动 让生脏朋友 能有一点一点的进步 做好防护措施 大家准备下田了 这个没关系 这个就倒在旁边 我们可以当回料 该怎样呵护蔬菜 农场的老师 边做边提醒 从育苗 然后耕种 然后洒水施肥 到采收包装 所以我们安排了 它各个课程 知道原来教人家的时候 遇到不一样的人 我们的教法可能会不同 但是继续努力 持续的努力 它其实还是会有结果 农场提供机会 让弱势的孩子多个体验 陪伴的员工过程中 有所成长 但是收获最多的是学员 28岁的小婷 很珍惜上课机会 除了不会无聊 有事情做 重要的是她发现了 自己可以做什么 几划 包那个枯吧 简单的包装 小婷做得到 而另一头 双眼看不到多重障碍 自行心不太够的 是34岁的小婷 其实有着绘画天分 天乡的资源缺乏 但是身心障碍的孩子 需要人际互动 生活训练 透过团体开发了 自己的潜能 也让未来能更有发挥 大约新闻 朱龙肖红树 高雄报道 世界新车大展 在台北登场 朝向干净能源迈进 更有车款研发 小排气量引擎 减少碳排放 在我们的售车馆上 加上油电混合车种 实现环保动能的发展 指日可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鳄鱼 叫做西非矮鳄 又称为猪如鳄 它的身长 只有一点五公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